这是我的经典版 这个弹腰臂 好看吧 你先说好看吧 好看 你觉得蓝色的好看吧 我觉得你的好看 现在看看它的这些加装 它和我那一样 52公分的封档 这是换了的 360它这是第1代 这是第2代 完岔的这是 三强加了百花了 咱从车头开始看 首先这里是一个摩托卡的行车记录仪 这东西其实挺重要的 老科有空啊 有专项资金 你真得给我拨一下款 买一个这个手机支架 10码的手机支架 这个手机支架 它不是带防抖的 这个需要换 要不我就这样打 电价垫的手把 看来是冬天买的 电价垫手把开关 然后水壶支架 装了一个中杠 中杠上有一个防摔球 这个我教给他怎么买的 这里小音箱 这个我觉得你装了音箱之后 你就得换电瓶 你不换电瓶的话 很容易亏电 两套射灯 从前面看一下 两套射灯都带小透镜 两套射灯 喇叭也换了 他喇叭换了个这个 弯牛呢 你看 而且是高低音的喇叭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加装的了 你看这里 这个咱也换了 这个脚踏 然后这个油壶 防止摔烂的油壶 后边还有什么 后边没有什么东西了 但是我觉得 他这里也换了 两指离合了 这可没必要 对于我这种大手来说无所谓 护手 你按的护手比你那好 护手 加了个这叫什么呢 拓展支架 对吧 拓展支架 这不叫太迟 太迟应该得下边看他装了吗 没有 没有 还用不着 总之吧 我觉得老婆 这车咱收多少钱 2万块钱 喜欢 2万 送花呀 送你的花 给你花 老公 我觉得他那箱子好看 就是 贴着这个板花特别好看 咱下一步 咱把这个咱也都贴上 这个不光咱箱子贴上花 咱把这里都贴成这个什么 最大的特点啊 宝马的标志